今年的市場和大環境的不斷變化下 企業的數碼轉型已經是大勢所趨 澳門很多中小企積極尋求數碼轉型的方法 當中不少中小企都選擇利用 由澳門生產力企科技轉移中心提供的課程和服務 令它們可以快人一步踏入數字化營商的腳步 生產力為本地中小企提供數字化營商的協助 例如推動企業的產品上架外賣平台 採用新媒體平台進行產品及企業宣傳 提供營運策略以及為產品申請標準條碼等 另外隨著市場的發展形勢 自2017年起推出關於運用社交平台的課程 以循序漸進的教學方式 讓中小企了解到社交平台的運作 可以更好地宣傳產品及服務 其實澳門在以前中小企 他們要推銷自己的產品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是透過傳統的媒體 我們發現近來內地興起一個新媒體的出現 而新媒體大部份客戶都是年輕客戶 90後或者00後 所以他們對於新媒體的反應非常良好 我們就開始想想澳門是否要引入這些新媒體 其中我們中心舉辦了兩個課程 一個就是未信小程序 另一個就是小紅書的營運 而小紅書這個營運的課程 最主要就是想令澳門中小企 尤其是舊城區那些 可以令到他們透過新媒體 向內地客戶推廣他們的產品 例如中醫藥、手信、飲食 從而令到更多客戶去幫助他們 由生產力開辦的微信平台操作及圖文製作課程 至2017年5月起開辦 目前累計培訓316人 另外更加在2022年10月起開辦 由基礎到高階小紅書運營課程 目前累計一共培訓53人 有參加過課程的中小企表示 透過課程了解到應用新興工具 增強營銷效果的方法 當時在生產力補讀小紅書由初階到高級課程 對我來說是學了東西 除了我自己有便利店以外 我有一間活動策劃的公安公司 疫情期間我和其他朋友也做了一個自媒體平台 他們希望去學習多些 怎樣令到自己的粉絲數或技巧會有進步 其實我沒有想過課堂學了那麼多東西 當時我和同事分享課堂的內容 讓他們也知道大概怎樣去營運 或者基礎知識 其實對我們來說 第一件事其實是協助我們的宣傳為主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都透過社交平台去看不同的產品 包括我們父母已經在用的Facebook 或者可能已經去到現在新少少少 年輕的小紅書 或者可能IG等等的平台 其實怎樣將產品介紹到 讓他們知道購買商會比較重要 所以其實為什麼會利用社交平台做推廣 就和以前傳統會有少少少不同的原因 在我們創業的初期 我們就報讀孫砂利課程 他就教了我們怎樣去穩定我們的質量 怎樣使用科技系統進行一個營運 我們就可以加強了我們產品數據化營銷的力度 同時我們這個資訊科技越來越發達 越來越普及 我們除了平台的營運上 都會借用到我們的數據庫進行客戶的分析 推出一個不同時節的產品 比我們的客戶更加適合他們 中醫在大家的理解中 其實都是一個傳統的行業 我們是中醫藥 我們就特意引入了一個科學中藥 令到它更加年輕化 還有我們在報讀了生產的課程之後 我們都開啟了我們的大眾點評 小紅書和我們的社交平台 在我們前期的網站設計和我們的平台搭建 我們都引入了一個年輕化中藥房的形象 同時我們都有經營我們的新媒體 面對數碼轉型 很多中小企對於當中的技巧都未能全盤掌握 但是透過生產力的不同課程 有效令中小企在品牌和產品推廣上小走彎路 利用高效的工具進行營銷宣傳 擴大市場 期間 前面 後面 試一下 又請 第二十少 一十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